第二百三十九章,进入寒蝉,二,这条通往下马为驿馆的小街不宽,不长,人也不算多,但是当那些人零零散散站在街上,与驿馆遥遥相对,在见识短浅的外行看客,也意识到事情不太对,换句话说,就是年轻藩王的处境不太妙。 徐衍兵笑道,阵仗挺大,徐凤年如蜀家真道,并肩站着的三人,好像都是跟浮水坊打了多年交道的老朋友,除了亲手捣鼓出赵沟的袁本熙,还有五个真正做事的,其中广陵道那个死在了袁本熙前头,被曹长青亲手做掉。 眼下那个跛脚老人,是本该腰弦同于秀戴的刑部暗处刺席供奉,见不得光,只知道姓姚,跟柳薅施一样,是个给泰安城看门的,勉强算是比较摆在台面上的赵沟头目。 瞧着是轻壮岁数的家伙,助言有数,早年藏藏耶耶故意出手过几次,原来都是障眼法,此人也从来没有出现在青田间,所以在浮水坊密档中给误认为小鱼小瞎了。 没料到是掌管所有北方炼气室的那个赵沟头目,但既然这次胆敢露头,可以确定是赵沟头目之一。 那个横挂短刀在背后的少年,应该跟那个被邓泰阿飞鉴定杀的龙虎山赵玄宿相似,凭借秘书走了条返老还童的路数,难怪浮水坊抓不住他的蛛丝马迹,谁能想到一个人越活越年轻,连易容的面皮都省了。 不过,既然是个少年,还没变成志同,说明道行歧视一般。 相比对待这三人的云淡风轻,更远处那个脖子上骑着绿衣女孩的男人,卓尔不群的年轻道士,徐凤年明显就要更加重视几分,于新郎,齐县下,两个属于意料之外的人物。 徐彦斌问道,怎么个说法? 徐凤年眨了眨眼睛,低声道,我堂堂翻网,跟一大帮打出江湖人旗号的家伙,打打杀杀,不像话吧。 赢了,我无非还是四大宗师之一,也当不成凌驾其余三人之上的世间第一人,打平的话,就算一个挑他们一群,还不是要跌分。 徐彦斌略显无可奈何,王爷,跟我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带着内伤不便出手,唯忧之下很有可能会输,不就行了。 徐凤年突然一本正经说道,问题在于,我是打算跟他们干一架的。 徐彦斌满脸讶异,郑重其事地望向徐凤年等待那个答案,徐凤年点了点头,徐彦斌笑着转身走回一管,没有半点拖泥带水。 接到尽头,坐在于新郎脖子上的绿衣女孩轻轻问道,小鱼小鱼,那个天底下枪数低的大叔,怎么走了? 他就不管那家伙的死活了?你刚才不是说那家伙不太对劲,好像体内契机相当蓄乱吗?如多条蛟龙在翻江倒海,导致洪水泛滥吗? 于新郎柔声道,我也不太清楚,但是不觉得这个时候的他突然变得很像两个人吗?女孩使劲瞪大眼睛望去,苦恼道,像谁?我认不出呀。 于新郎神情复杂,有苦涩,有神莽,也有几丝罕见的茫然。一家子前无敌于世的李纯刚,无敌于世一家子的王先知。 于新郎叹息道,走吧,咱们找找看附近哪里有冰糖葫芦麦。 绿衣女孩恩了一声,于新郎走向那个行走江湖多年的龙虎山小天师齐献侠,看了眼年轻到时腰间的那柄头目剑,问道, 齐道长要向北梁王问几件。曾经以性子冷清著称于世的齐仙侠,先对绿衣孩子笑了笑,然后对于新郎平静道,不问件,只问道。 于新郎继续问道,听说齐道长与武当里长教结伴而行,沿着广陵江走了千里,敢问道长今天要问得道,是道里的道,还是天道的道? 是龙虎山的上山?还是武当山的下山?小女孩老气横丘地叹了口气,又遇到,小鱼,我听不太懂了。 齐贤侠如遭雷击,脸色苍白,然后闭上眼睛,嘴唇微动,不断呢喃,大道不长生,大道不长生。 于新郎转头看了眼远处站在驿馆门口的蟒袍翻网,再看着这个近在咫尺的龙虎山道人。 小女孩用下巴敲了敲于新郎的脑袋,那么问道,小鱼,你说他一个道士,辛苦修道不畏长生,那图啥呀? 于新郎跟齐贤侠擦肩而过,走远了以后,才说道,不好说,不过我想,这位出身天师府的道长,是要从龙虎山下山,由武当山上山了。 世人不知,这一天龙虎山那颗仙气萦绕的紫金莲横生之节,并且绽放出六朵之多的紫金莲花。 而原本只差半步便可挣得长生的齐仙侠,刹那间修为尽尸,在他离开泰安城的时候,只是低头看着道路满怀欢喜,轻轻说出了三个字,大道义。 天上少了一位仙人,人间多了一位真人。 几乎同时,已经沿着广陵江到达春神湖的一对师徒,李玉甫对泰安城方向郑重骑士打了个棋手。 最早发现蛛丝马迹的不是处于武道巅峰境界的徐远兵,是体内依然有灵力剑气作祟的徐凤年,只不过他选择了袖手旁观。 那个相貌粗朴的北方炼气室宗师,紧随其后察觉到了一样,转身死死盯住那个龙虎山道士,像是在天人交战,犹豫是否出手阻拦齐仙侠的大逆行径,但是最终他愧然长叹,面容悲哀,放弃了出手的念头。 不管齐仙侠是否得到,从这一刻起,顺乎本心选择浮龙而不是逢捕天道缺漏的赵沟头目,自知此生已经无望天人合一了。 回忆一闪而逝,他仰天大笑,陆地神仙。 好一个陆地神仙。 一瞬间,行似中年男子的炼气室就衰老成一个老太龙中的迟暮老者。 但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后,北方炼气室第一人的武道境界,亦是一路高歌猛进,由只旋天向两境之间攀升直到至大天向境,才趋于稳定。 只不过在街道两旁绝大多数的看客,别说一品境界,就是小宗师境界都没有,根本感受不到那股磅礴气势,只觉着真是白日见鬼了,心生惊惧之余,面面相去的他们都看到了对方的莫名其妙。 跛脚老人沉声道,怎么回事? 练气室微笑道,好事坏事各半,假以时日,未必不能跻身陆地神仙。 横刀在身后的少年既有欣慰,也有极度,美好祈祷,先前的谋划,是不是不作数了? 来赌一把大的。 跛脚老人摇了摇头,他们今日来此,皇宫里头的意思很明确,不杀人,能伤人是最好,不能伤人,也不要输得太难看。 只要让泰安城知道所谓的四大宗师之一,不过如此,连几个无名小卒都能轻易叫板。 当然,三人心知肚明,就算他们真想杀人,也无异于吃人做梦。 一个徐凤年,加上一个徐衍兵,怎么杀? 但是现在情形大不相同了,因为有了一个距离陆地神仙只差一线的大天象径宗师坐镇。 所以横刀少年才有此提议。 跛脚老人压低嗓音道,先生死了,别忘了先生的孩子还活着。 少年眼神阴沉,咱们真是窝囊。 修为突飞猛进的炼气势皱眉道,有些不对劲,齐仙霞和于新郎走了,可我目前。 少年讥讽道,这不明摆着的吗? 在徐衍兵眼中,现在的你,一样比不上于新郎加齐仙霞。 炼气势对于同僚的挖苦并不恼火,心情沉重道,恐怕没有这么简单。 站在三人和徐凤年之间的李浩然愤怒至极。 年轻藩王的心不在焉,让失出名门的李浩然最为受伤。 徐凤年皱了皱眉头,不过很快就舒展开来,终于向前跨出一步。 靠近街道尽头的一栋酒楼内,窗户那边已经拥挤不堪,只为了一睹为快。 一位两鬓双白的青山儒氏,不知为何,没有去凑这个千载难逢的热闹,跟店伙计要了一壶酒后,独坐角落,自饮自啄。 对面酒楼,一样有个独饮的白衣人。 如果不是北梁王的名头太大,街道上的风波够近,估计很多人都会多看几眼这个神情冷漠的英俊男子。 白衣男子要了一壶绿衣酒,举杯次数不多,但每次举杯必然会引进杯中酒。 临近青山儒氏的一栋楼内,冬月剑池的李一白被人认出,只好坐回座位,同桌还有一位老人和一对少年少女。 分别是柴青山、宋亭路、丹尔一。 毗邻白衣男子的客栈厢房内,一名谐音无间的沧桑老人站在窗口。 泰安城城门口,走入一名英气勃发的俊逸公子哥,身边跟着一位头戴为帽的猪袍女子。 两人前脚入城,就有个千毛驴的中年汉子后脚入城。 一处城墙上,有个裙摆打劫的紫衣女子迎风独立。 降服二年,在这个缠声凋零的深秋,在北梁王徐凤年入城后,一座泰安城内。 徐衍兵、余新郎、七仙霞、贾家家。 曹长青、陈之豹、吴剑、柴青山、洛阳、徐英、邓太阿、炫园清风。 戒至。 戒至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